冷战时期,作为少数中立国的南斯拉夫的处境非常危险,在北约与华约的双重压迫下,南斯拉夫人民果断选择将伪装技能点满。 1. 甲桥。 甲的空军基地和防御攻势,他们在真的防御攻势,方圆500到1000米内,还要做2到3到甲攻势。 2. 用废弃轮胎、点线杆、木头、塑料等搭的甲坦克和甲号,还会用真坦克在旁边留下压痕。 3. 用这汽车来模拟坦克,并吸引热感武器的火烈。 4. 用木头和塑料搭的甲飞机。 航母大师。 5. 把老破的坦克和飞机弄来作为诱饵吸引火烈,以及击杀敌军。 6. 用微波炉和拖拉机上的离座雷达发射器。 7. 部队之间很少用无线电联系,他们通常会用手机或者是车在电台交流,甚至还有情报员骑着摩托车去送信。 8. 它们调整了老式苏联雷达的接收频率,以监视引擎战机F-117A和B-29。 它们每次行军都是在夜间进行的,并且道路选的都是丛林和隧道。 行军时坦克会被换上当地植被的迷彩,每个几天都会更替颜料,部队还用推土机来伪造坦克的不迹,而针的痕迹则会被迅速掩盖。 空袭发生时,坦克的引擎会被立刻关掉并泼水渐温,防止红外线定位,并且当时还有游击队在旁干扰。 因为反空火力太强,北约的飞机飞行高度通常在3500米以上,这使得飞行员很难辨别想货与真火。 虽然90%的诱饵都被摧毁了,但正常,战争中只有22辆武装车辆或火炮被摧毁,1300辆坦克只牺牲了14辆。 维基百科,北约声称南斯拉夫损失了93辆坦克,M8和T55,132辆装甲车,52桶火炮。 但是,Nithwick,美国第二大的周刊报纸杂志,从某种渠道获取了被封印的空军报告,上面说被摧毁的坦克数量是3辆而非120辆,装甲车是18辆而非220辆,火炮是20桶而非450桶。 另一份则说被毁的坦克数量是14辆,可惜的是,南斯拉夫没办法将工厂和基础设施藏起来,在国际制裁和战争的压力下,南斯拉夫的经济一泄千里,南斯拉夫政府被迫从科索沃撤出,现在正处于欧盟,联合国和美国的联合控制下。